CharacterX是一个去中心化的AI社交区块链项目 目前,CharacterX以3000万美元估值完成了280万美元的新一轮融资 同时,CharacterX还宣布成为了斯坦福大学区块链加速器的合作伙伴 小萱我听说,他们的TGE时间可能就在今年的第四季度 所以现在是我们提前埋伏的机会 大家好,我叫小萱 今天这期视频呢 我们将探讨一下我近期在关注的去中心化社交赛道项目CharacterX 看看这个项目有什么潜力和亮点 为什么值得我们提前布局 然后小萱我分享两个我们可以提前埋伏的机会 当然,视频中的这些内容仅仅是我的个人观点和经验分享 不是投资建议 那么,CharacterX旨在打造一个去中心化社交网络 是一个用AI来创造互动的新平台 在这里你可以打造自己的AI角色 这些角色不仅会跟你聊天 还会记住你的喜好和需求 像个真人朋友一样 这些AI角色是用区块链技术做出来的 所以,他们不只是虚拟人物 还是可以交易的数字资产 最特别的是,CharacterX用了一种叫做Synthetic Deep Stick的协议来生成这些AI角色 那SDID到底是什么呢? 简单来说,SDID是一种把AI和区块链技术结合起来的数字身份系统 SDID协议是一种结合了AI和区块链技术的数字身份系统 在CharacterX上,用户创建的AI角色不是普通的数字角色 他们是被赋予了合成身份 可以作为独一无二的数字资产来使用和交易 通过SDID,用户的AI角色拥有了类似真实身份的属性 比如,可以和人类互动 记住用户的偏好,还有模拟情感 这种合成的概念也体现在角色的多感官体验中 比如使用3D和AR技术来让这些角色更加真实 换句话说,这个Synthetic强调了AI角色的真实性和独特性 以及它们作为资产的可交易性 那么,CharacterX目前已经拥有500万注册用户 每天活跃用户超过10万 那么这个项目,CharacterX的创始人 YES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曾在WeWork工作 而他的灵感就是在Metamask期间产生的 然后另一位联合创始人 Joe也是经验丰富的企业家 拥有10年的创业经历 曾推出多个成功的产品 并在美国X Store中获得了优异的排名 除了创始人,CharacterX的团队成员也很强大 CharacterX其余团队成员曾在Metamask,Meta,TikTok,腾讯,Selana等公司和项目工作等 所以他们在社交产品和全球用户增长方面非常有经验 此前,团队还在海外上线了一款3DAR女友类产品并获得不俗反响 还有在今年1月,CharacterX宣布以3000万美元估值完成了280万美元的新一轮融资 Spark,Livespeed和NC Capital是领头方 接着在今年2月,CharacterX官宣还成为了斯坦福大学区块链加速器的合作伙伴 这在行业里可是相当少见的 那我们如何提前埋伏这个项目呢? 小萱我目前知道的方法有两个 首先,我们来看如何埋伏CharacterX的第一个方法 那之前,CharacterX和CoreSky宣布了合作 这里简单来介绍一下CoreSky CoreSky是一个可以投资Wab3一级市场的平台 首创了资产包NFT的概念 将Wab3项目一级市场的投资额度拆分成NFT 可以让用户有机会用小投入博取未来的高收益 那么,CoreSky平台目前已经有20多万注册用户 合作发售过的项目有Alt,Keep,Lumeter,CardParty,Infinance,TrendX,Privisia等等非常多优质的项目 并且在去年就已经拿到了600万的种子轮投资 那么,CoreSky实际上是推出了一种新的商业模式 通过一级市场额度Allocation的方式去推动市场的发展 简单来说,就是用户可以在CoreSky平台参与Edo之前的轮次 并且还可以进行资产包NFT的市场交易 那么这次CharacterX和CoreSky的合作 换言之就是,我们可以现在在CoreSky平台认购CharacterX的一级额度 那每个NFT大约100美金,包含了142个项目的CAI代币 那这个只有1160个名额,数量非常稀缺 那有兴趣的朋友可以通过CoreSky这个平台参与 参与的链接小轩我会放在视频的描述栏和留言区 大家只要点开链接之后 用自己常用的去中心化钱包 比如Metamask 然后直接在Polygon链上进行购买NFT就可以了 步骤其实不复杂 首先,我们得确保我们的钱包已经切换到Polygon网络 然后里面要有足够的USDT 接着,把钱包和平台连接起来 然后选择你想认购的NFT就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埋伏这个项目的方法 那第二个方法就是 我们可以通过加入他们的Telegram频道来挖矿赚取CAI积分 这些CAI积分未来可能是空头分配的依据 那只要通过点击小轩我放在描述栏和留言置顶的连结 就可以加入Telegram中的CharacterX频道 那么这个应用的玩法类似于Hamster Combat 上面的Profit Per Hours是每小时能获得的CAI积分 每三个小时需打开App领取 否则挖矿会停止 然后我们也可以通过升级矿机加快挖矿速度 另外,如果想赚更多CAI积分的话 我们除了邀请朋友 还可以完成任务和每日签到来获取更多金币 关于空头部分呢 我们需要完成一些任务来获得参与资格 首先,下载他们的App 注册并连接账号 接着关注他们的推特并连接探钱包 那他们的App已上线苹果商店 但安卓商店的App还没上线 虽然有APK版本 但为了安全起见 小轩我建议安卓用户暂时不要下载 以免出现安全性问题 那如果有新消息 小轩我会在电报频道跟大家分享 总结一下 小轩我用了一周 有时候会遇到卡顿问题 需要关掉应用后再打开 还有,任务完成后 CAI积分不会立即显示在余额中 需要等待一个小时才会显示在余额 最后,可能很多朋友会问 的代币生成事件到底什么时候开始 目前,项目方还没有给出确切的时间 不过,如果我们打开他们的电报应用 可以看到他们提到代币即将上市 那小轩我听说呢 CharacterX的时间可能就在今年的第四季度 所以,现在在Corsky平台认购 CharacterX资产包NFT 或者参与他们的电报应用 也是个非常合适的时机 其实,无论的是在今年内或者明年 只要是有潜力的项目 我们都值得提前埋伏一下 OK,今天影片就分享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了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拜拜